好 這一個實驗是光的射閃的實驗 那這一個實驗要用到的器材有這個 拱燈 狭縫 狭縫的目的是讓我拱燈的光變得更集中 你看我拱燈出來的光一開始這樣這麼散的 但是過了狭縫之後變一條線 這就是狭縫的目的 那再來下面這張紙是我要量偏離角的 那上面這一顆 就是三菱鏡 那我要用這一個做來量路射角 好 那 然後呢 菱鏡等一下透光之後會在那邊 應該要呈現出一個三個顏色 OK 好 那 這個實驗呢其實有一些細節 那我順便教大家好了 未來光學實驗的時候都可以使用 就是呢我們在做這種光的實驗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光是直徑的 所以 我要怎麼確保我下面的這一張紙 好 你們這邊可以參考那個講義喔 下面一張是量偏離角的嘛 所以我必須要讓它零度正對光線 那我怎麼樣呢 我就用這樣一張紙量 OK 我知道說好下面對到零度 那後面180度的地方也對到零度 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它一定是在這個光的零度的位置 那這邊呢也是這樣子零度這樣子180度 然後呢我們可以注意的看這個 森林鏡上面剛剛好也有一條光造成的線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它 我們現在這一組設備完全就是跟這個對在一直線上的 那等一下呢我就會轉這個鈕 直到這邊出現三個分光的顏色為止 好 那我現在先來調等一下給大家看結果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零鏡呢已經被我轉了一個角度了 那這個角度呢我會附在這個 附件裡面 那 然後 我們也可以看到光已經被射散出來 可以看到蠻漂亮的喔 有黃色綠色紫色電色喔 那我們所要做的呢 就是透過下面這一張紫來把這個角度給量出來 那 這個量出來的數據呢 我已經 記錄下來了 那我之後會 跟影片一起放在副檔上 那就是需要同學去計算這個零鏡的折射率N 還有C1 C2 C3 然後回答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 那 一樣為了 希望大家都有看影片 所以我在這邊要問一些 看影片才知道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剛剛有提到 狹縫的目的是做什麼的 第二個問題 我剛剛有提到一個做光學實驗的小技巧 我要怎麼確定我的元件都擺在光的直路上 好 這時間就這樣 謝謝